164 東方日報 沙特聯軍空襲也門124 2015年7月27日國際A27 本部綜合報導 也門政府官員表示 西部沿海城市穆哈一個住宅區上週遭到空襲 造成120名平民死亡 是沙特阿拉伯自今年3月與聯軍空襲也門武裝組織青年運動以來 平民傷亡最慘重的一次 工人宿舍在空襲後花圍退換拜雅 互聯網圖片 官員前日表示 被炸現場是一座發電廠的工人宿舍 建築物被移為平地 並燃起大火 有目擊者表示 看得不少人被炸得之離破碎 現場血跡斑斑 當地民眾集體安葬死者 有人道組織指 現時也門的民房 市場等都成為空襲目標 收錯誤資料炸工人宿舍 目前未知聯軍可以以工人宿舍為轟炸目標 不過一名軍方官員表示 聯軍收到錯誤的空襲坐標資料 而也門安全官員則指 最接近時次空襲地點的青年運動據點在5公里以外 沙特於空襲數小時候宣布暫時停火5日 以便人道組織運送救援物資與也門民眾 傳媒指 沙特當局適應流亡該國的也門總統哈迪要求 決定暫時停火 讓人道組織分派救援物資 目前聯同哈迪支持者在內的抵抗青年運動聯軍 奪回南部海港亞丁大部分地方 同哈迪通身都心成功 暫時停火雲 注絞火德格 школ信中 小信 劇